大陸遼寧陸客團火燒車 26人不幸罹難 桃園地檢署找來出事的梅根池通運公司 同款遊覽車 進行車輛比對 外界質疑 這起意外 為何在這麼短的時間 火焰吞噬整輛車 無人能逃生 當車輛開始起火冒煙時 第一時間 司機遇到什麼狀況 無法停車 駕駛座後方 是否就是起火點 前後逃生門 是否被護欄卡住 車輛是否依配電盤 或是引水機引發電線走火 原因有待檢警釐清 圖案中心桃園報導